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前面那个房间我们预估的那个数量看来还是长不下 大家就很快就是说可能又来了更多有兴趣的人 然后我非常高兴就是大家对那个新来比序画派有这样大的一个兴趣 我们应该让我们感到很高兴的时间 今天晚上是讲图像的,然后你要是没有图像跟讲的,肯定是讲不了的。 其实我准备这个课的过程中,我是有一点小激动跟兴奋的,然后今天来的时候有一点点紧张,然后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就梦到那个莱比锡画派的一个年轻的画家,叫Timmer Eichel,然后他在梦里出现了,然后我跟他说那个,我希望,就会有一个人, 来听我课的人,学生们,还有老师们,就不会觉得无聊,能够觉得这个课,这个讲座是很大一个兴致听完的,但中间万一就有停顿,或者会有什么那种接不上的地方,然后就希望这个Tim Eichel能带着他的照片来,就是以身说法,能够把这个空给我补一下,然后来发现这是个梦,因为Tim Eichel呢,他是这个新来比锡画派的代表自己,然后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现在的正是他不在乎,他也不是这里,但我们可能不过来,所以我现在去会看到,但我们没有来说,我们也要说,是什么。 我们可能会因此,我们可能会不会有一次的时间。 我们可能会是最后的时间来,但我们可能会不会有第一次的时间。 我们可能会有一次的时间,我们会不会有一次的时间。 我们可能会有一次的时间,我们从什么开始来,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次的时间, 我现在懂了,我们就先开始继续说吧 所谓来比西化派的6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 然后新来比西化派要跟他隔了一段时间 之后绝起了然后接下来会慢慢详细讲 我们的古典 sor谓来比西化派业上了 藏起来尼熊对特典的旺旺岁是由于文庭的关系 的旺旺旺旺旺这世文俱途就是由墙里合影的周旺旺旺旺旺旺旺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他们当时画了很多社会议题的具象的绘画 但是跟以前东德 因为莱比锡他在东德 属于以前民主德国的一个城市 虽然这些艺术家画派是出自于这个城市 但是实际上他跟以前社会主义的那种写实绘画又是区别很大的 然后我吱吱一下就是那个《文化德海司机》 他在那个《文化德海司机》中文化给中国的收藏 也有他的作品 然后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新《文化德海司机》 然后他跟那个老的那个画派还是有一个区别的 因为以前那个所谓的莱比锡画派 当时主要的那个时间都是在两德分裂的时候 也就是他在那个孤立的那个东德 这个时间段当时出现了 然后这个新莱比锡画派出现 以后其实两德已经同意了 也有两种相抵的两种文化和艺术 在北韓的文化,當孤學生在國學院 在維尼西 Oxford 超級的中文化 設計建立在美北韓的文化 和成功學上的概念是低延的 新來比奇博派 這些藝術家 他們呢,他們呢 上學的時候 這個... 這個... 兩 deutlich 已經統一了 然后呢他们其实要面临的 很严峻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跟他们的前辈不一样 就那个时候 其他媒介的艺术 什么 这个装置 然后不同的媒介 不同的这个思潮 不同的比如说那个观念性的等等 还有各种当代这种东西 其实已经在东德已经多古籍了 所以他们其实必须得面对 就是绘画可能已经在当时 并不是一个占什么优势的媒介 这样一个现实了 东德,他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以前 就是他一方面 很大程度上受这个 苏联的那种写实风格的这种 塑造 另外一方面他还延续了 就是上前的一些 在东德活跃过的 表现主义的艺术家的影响 比如说 可可可思考也 还是像马克思考也 在德國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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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西德这个绘画,他的阵地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稳固了。 然后呢,东德呢,他还是有一个很强的绘画传统,这个堡壘还是很坚固的。 当时有部分西德艺术家他们想,其实要不我就去东德混混吧,因为东德作为画家可能机会更多。 就是老的那个来比西法派培养出来的艺术家,其中有两个他们是过渡人物,他们是过渡人物,他们是过渡人物,他们是过渡人物。 然后他们又培养出来了,他们的学生当中有一些成为了后来,新来比西法派代表。 这两个影响力很大的老师就是,一个叫做西格哈德吉勒,另外一个叫做阿诺林克。 阿诺林克,为什么叫阿诺林克? 这个大家众所都知道,阿诺林克他是劳赫的老师。 所以,阿诺林克他是当中最代表性的过渡人物。 他可以说是新来比西法派的,可能是第一个人。 但是他的所有艺术教育,他的学生其实都是老的社会主持统传统。 。 然后,阿诺林克这个最有名的学生就是, 老师林克,老师林克,他也受到他教授的影响,有很多这种写实主义传统。 然后,还有绘画中有那种写实主义的特定的一种逻辑。 但是他也有他的新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他应该算是新来比西法派的第一个, 就是新来比西法派的第一个所谓新的概念的人。 这新来比西法派跟老的那些人就不太一样。 他其中有很多人是在当时的东德出生长大的,就受了东德的影响很深。 就是教育上的影响很深。 然后,但是有一部分是,确实是,就是西德那边想来东德学绘画的, 就是其实是西德人后来也成为来比西法派的代表。 优优独播剧场上,相当中统有 Rule, 有比护客是小谓原生的关系。 这个新莱比锡画派这个概念其实它不是一个完整概念 就好多人认为它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概念 因为它其实只是从这个画法上大概归类出来 就是这个莱比锡美术学院毕业的一些学生 或者这些艺术家他们多多少少有一个类似的一种 类似的一种画风法 然后这个新莱比锡画派这些艺术家 就是以前西约的这个叫做莱比锡的学校是 东德是很有传奇很重要的一个学校 二战以后在东德它叫莱比锡版画与这个图书设计 还有艺术学院它主要的重心是前两个 然后就是它可能更多的更多的这个侧重点 都是在板画和书籍的装针设计上 但这些新涌现出来的一些艺术家 然后在各种新的这种实践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绘画它重新 它的地位和它的分量 重新变得重新变成了 所以当时就当有第一批这个西约过来 这些学生就带了很多新变成了 那些所谓的东德老师他们觉得太好笑了 这些人都不需要学习的东西 所以那些人从而迪迈到这种东西 然后这些人来自一批的东西 的东西里有信心 但就突然过来的同样 在某些问题 对这种东西来自一年 的结束了 当时在这个压态的中央 西德的这些学生,他们来的时候就想无忧无虑地在莱比锡学一段时间绘画, 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发现这个绘画其实在东德可能也不是唯一的能够表达的媒体了, 他也有其他的媒介了,然后其实他们面临的相类,类似的这种困境, 然后这个状况被改变是出自于就是从劳赫他当时在他得了一个就是那个东德的那个来比锡的人民日报给他一个给他评了一个奖, 然后就是说这个可能这件事情就确立了重新确立地会发了地位。 我 се想现场,于是因为最初的新大规则主导师, 那由于是因为会面有我们的新疾影 Gogま, 我们科学家员到英国, 安藩克兴兼艺末兼艺末兼艺末他们但是当中的基地区理所长的父上, 在2005年左右 随着劳赫被关注 开始有点像一个 有点像一个 多米诺古牌这种笑容 就是说这种兴趣被迅速点燃了 然后西方来 甚至信了很多西方藏家 来买这些艺术作品 甚至是美国的 商商家他们也来 他们其实都有点 就那种 就趁着这个 价格还很低的时候 就捞一把这种心态 这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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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新的状态 然后就叫鲁贝尔的这个收藏家 他是一对夫妇来自迈阿密的一对夫妇 然后他们就一口气买了五个艺术家的一批做 其中包括这个Tim Aiton 他们觉得这个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说 在一个就同时期在一个地方 你到一个坐飞机 你到一个地方然后好像 你去一下就可以打包五个艺术家 这五个艺术家多粉丝都包装 这种事儿已经很难